Hello 我是Fayona 现在流行什么呢 Hello 我是教大家如何50岁活成30岁样子的Fayona 上一次我们已经认识了手冲咖啡 这一次我们要来认识一下义士咖啡 大家就跟着我一起进来瞧一瞧吧 我们先欢迎一下我们18豆仔的老板阿正 阿正上次已经帮我们介绍过手冲咖啡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很常见的就是义士咖啡 先请教一下阿正 义士咖啡跟我们刚提到的手冲咖啡 到底它有什么样的区别 义士咖啡就是利用咖啡机 然后充足高压然后去萃取它非常少的浓缩咖啡 然后存厚油脂感 然后可以透过加水变成美式咖啡 或加牛奶就是我们习惯常听到的拿铁 再加汽水煸气泡咖啡 所以义士咖啡其实它可以做很多的延伸 甚至加了冰淇淋 阿佛卡豆一个意大利甜点 也非常棒 OK 所以听起来这个义士咖啡应该是比较浓厚 对不对 所以它是咖啡因的含量会比较多 未必 因为它用高压去萃取它的时间非常的短 跟手冲两分半比它大概只有20几秒至30秒 所以咖啡因含量其实不会比较多 所以我这个是迷失就对了 甚至我们用浅焙咖啡来做浓缩 配合到风味 像我们刚刚手冲的类似的风味 甚至它会更强烈一点 所以我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那我们义士咖啡跟手冲咖啡用的咖啡豆是一样的吗 其实我们可以选用一样的 传统的大概会用深焙或中焙来做 但我们有比较好的机器 就可以用浅焙咖啡来充足它的味道 设备会差异蛮大的 是 所以老师现在这个动作是 就是把手放上去磨豆机 然后它会定重量自己称到足重的粉 我设定大概18克 然后它称到足重之后停止 接着我们要布粉 用一个布粉器 放上去旋转一下 对 把它整平 接着用填压器 这个是定压的填压器 放上去压 然后 这个动作感觉蛮疗愈的 对啊 现在科技进步了 就是很多工具很方便 然后冲煮之前 我们可能会需要卸一点水 先弄一些水出来 把它冲煮头里面 在残余的沸水先卸掉一些 嗯 接着扣上去冲煮 好 然后透过它的离耳器跟齿轮的装置 对 往下压 对 往下压 这段时间它是没有压力在预浸 然后咖啡一出来之后放开 它会到9bar 然后慢慢缓降压 8bar 7bar 6bar 随着时间它会慢慢降低 会减少萃取厚度 我们不要的味道 然后接着要观察它的咖啡衣 颜色变淡之后 我们就可以拿掉了 哦 不是一直停留到全部流完就对了 对 它会有点像手冲 就是我们倒水在泡沫 在咖啡的泡沫上 要观察泡沫的颜色 它意识咖啡沖煮也有点类似 OK 好 然后我们刚刚的浓缩咖啡 这就是浓缩咖啡 我先闻一下味道 这个就真的浓郁很多 浓郁很多 对 这跟我们刚喝的水洗 有点类似 水洗业佳 OK 浓很多 那个口感非常容易 果然是浓缩咖啡 它浓但是不苦 对 但是我觉得它酸度 比刚刚那个都还明显 因为我们这个还是用浅焙的豆子 对 那如果用深焙 那就是那个口感会更厚实 更厚实 好 所以 现在是浓缩嘛 就是我们所谓的espresso 对不对 好 那等一下我们再示范别种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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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是刚刚那个espresso再加上冰水就变成美式冰咖啡 大家习惯的美式咖啡 我看淡很多 清爽 就是稀释掉了夏天很适合喝这个美式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浅焙的豆子 所以喝起来其实跟我们刚喝的这个那些手冲咖啡是很类似的口感 可是我们在外面好像一般可能在便利商店买到的都是比较深焙的 所以咖啡味道会更浓 所以就是要提神 是吗 就是尽管是浅焙但是用意式机 可以有一点像果香味 对就是还是可以喝到这个浅焙的一些风味的地方 对 好喝 好喝 OK 这个是牛奶这是冰淇淋 对冰淇淋加浓缩咖啡就是意大利甜点 Avocato 然后牛奶加浓缩就是拿铁咖啡 OK 我们就来试试看 所以这个意式咖啡可以做很多的变化 很多变化 我们就可以萃取一份浓缩然后有两种享受 OK Avocato它的意大利文是淹没的意思 淹没 对就是浓缩把冰淇淋淹没 哦把冰淇淋淹没的感觉真的很像 对吃一道甜点 这个我好像还没有吃过 等下来试看看 然后拿铁的部分就是我们用浅焙豆 然后倒下去牛奶直接倒 对 有一种说法叫脏脏 国外是这样说的 就是它看起来就是浊浊脏脏的 对 然后它会有一点咖啡跟牛奶的分层 就变成我们每一口都会有不同的层次 哦 所以我们要再品尝一下我们刚刚做出来这个 淹焙的拿铁跟意大利的甜点Avocato 好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的先 好你试试看 所以我们是用哪一种冰淇淋都可以吗 还是有特别要用哪一种冰淇淋 这个是鲜奶冰淇淋 鲜奶哦 它是标榜纯鲜奶去制作 然后没有添加 好好吃哦 可以品尝咖啡的原味 嗯 没有我是觉得那个 那个冰淇淋也很好吃 很好吃 咖啡都有加分 对 因为就是那个 它这个就像你讲 那个鲜奶的味道超浓郁的 对 所以会建议大家如果来这边 18豆仔可以点这个来吃一下 也是可以 这个有吧 有 很好吃 很好吃 接着就是气泡咖啡 对 这个好像比较少见哦 对 这有点像是一些酒吧把勤酒啊 跟泡泥水混在一起 是 然后这是姜汁汽水 有点异曲同工 哦 所以我要两个混在一起 对 我们先把姜汁汽水到大概七八分满 好 然后再把濃缩咖啡淋在上面 七八分满 对 所以姜汁汽水就是会有那个姜的味道 其实还好 还好 我们再补多一点 再多一点 所以在家里也可以改成这样子喝 对啊 对啊 好 那我们就把濃缩咖啡慢慢的淋上去 慢慢的淋 淋在冰块上 就是有一种仪式感 自己在做的感觉 它会一直冒泡 然后这个过程蛮疗愈的 可以让大家享受仪式感 对 把冰块融结的感觉 对 然后它遇到汽水慢慢分层 哇 你可以先稍微品尝一下 然后浓度你可以稍微在自己调整 OK 好 看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这样感觉很像在喝汽水 对对对 很像在喝汽水 就是咖啡的味道其实就很淡了 对 可以让咖啡更轻松的便宜 对 又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口感 就是很少喝到这种感觉 很适合夏天 嗯 没错没错 我们今天非常地谢谢我们18豆仔的阿正 跟我们介绍的这个义式咖啡 还有就是义式咖啡 它可以衍生出来很多种变化 还有就是它这边很棒的咖啡厅的一个环境 就是除了喝 还可以看到艺术品 又可以听到很好的一个音乐 那如果大家有空的话 可以到这边来走一走 嗯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